手指还能适应,但总是没有在平洋上舒服。 你去了多少回还记得吗? 吃手就是比较多了,在建设的时期,每年都要去个十来吃吧。 最近运营的时候一年,就算要去两次。 刘志军是2003年3月出任铁道部部长的。 在这之前,他一直在铁路系统工作,从最基层的工作干起,一直到共和国的铁道部部长。 不同的岗位的历练,使他比常人更多了一份对铁路的情感,同时也多了一份责任。 我听说每一次铁路提速的时候,去做实验的时候,您都会站在这个机车的头上,所以他们把您称作是站在机车头上的部长,是吗? 因为,铁路啊,这个安全责任很大。 天城机车呢,是建厂安全的最有效的办法。 我们每天有三千多个离开列车,有三万多趟货物列车,在不简单的运行,不能有丝毫的懈怠。 所以每逢这个提速四年的时候,新鲜、教肤、使用之前和接驾驭,我都要在机车上呢,进行天真检查。 现在全国铁路,经外面领导干部的,都已经呢,形成了一种常态,并且作为一种制度,把它固定下来。 可是具体的工作有具体的人做,为什么提速这件事情,检验这件事情,需要您亲自去站在机车头上? 因为在机车上是比较艰苦的一件事情,首先那个机车的单位面积有限,再加上我们传统的机车呢,噪音也特别大,上面也没有卫生间,所以活水呀,吃饭的都很困难,再加上温度也比较高。 所以你做部长,你自己不带头,你是老是发指令,发号召,可能我觉得还不够,必须自己呢,这么样亲自去做,给下面一个示范。 那说说您的行政理念吧。 我经常讲的,有这么两句话,一个就是高标准,讲科学,不懈怠。 这主要讲的是一种精神,就是苗俊世界一流的水平,坚持科学发展,永不松懈,持之意狠地抓螺丝。 第一句话就是苦干,死干,平民干。 因为中国铁楼啊,现在去呢,在发展中是一个黄金机遇期,要加急机遇,加快发展,没一点平民精神。 是不行的。 回顾新中国成立60年,中国铁路建设里程增加了近四倍。 目前,我国铁路客运专线载建规模已达一万多公里。 铁路变长,延伸到了祖国大陆的四面八方,大大方便了老百姓的出行。 然而在刘志军看来,快速前行中的中国铁路事业,依然需要不断地探索,不断地改善。 你再来说说期待吧,其实老百姓对于中国铁路的发展真的有很多的期待。 比如说,大家最担心的问题就是一到春运的时候买票好难呢,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解决一票难求的问题呢? 群结这个文化是中华民族固有的,可以说所有的节目没有水能超过对群结的这种眷恋。 十三一人人口,大家都要过群结了。 再加上我们铁路运输的能力又特别紧张,在同一个时间段要完成这样的工作量确实是比较困难的,但根本原来还是我们的能力满足不了。 应该说,群结确实非常对不起我们的理科了,可以说是心急愉愤啊,但是我想再有尽量的努力,这个状况会大大的改善。 新的一轮铁路建设和规划实现之后啊,我们到2012年可以基本上这样讲,一个是现代化的铁路网将出旧规模。 这个平均自由呢,将初步环节。 一票篮球,一车篮球的这种局面啊,将大为开关。 2012年? 有一件事情我一直特别好奇啊,因为铁路发展到今年,我们建国发展了60年,但是依然是在供不应求的状态。 但是您接下来给我们订了一个时间表,说三年之后一票难求的局面会初步的解决。 为什么突然在这几年和接下来的几年会有这么快的一个发展,我们等来了什么? 我想这个主要是有这么几个方面的体会啊,首先应该说是对于科学发展观的引力。 十六大以来的党中央国务院呢,做出了加快铁路发展的重要部署。 国家批准的中长期铁路网的规划,也确定了铁路将被现代化的名标和措施,中国铁路经约历史上最好最快的发展时期。 也得以于各省市自治区,国家有关部门和广大人民群中的支持,形成了加快铁路发展的强大合理。 也得以于改革开放,走去了一条知觉昌行的成功的道路。 通过引进,消化,吸收,再昌行,全部掌握了关键的积蓄,构建了自己的积蓄体系,增强了昌行的能力。 也得以于我们国家综合国力的显示提升,强大的综合国力和国家整体工业水平的提升,保证了铁路的大建设和大发展。 也得以于铁路长期以来形成的坚实基础,一代又一代的铁路人,肩负奋斗,拼搏奉献,不仅打下了坚实的物质技术,而且还传承了宝贵的精神财富。 这是一张我国高速铁路的发展规划图。 刘志军部长向我们介绍,到了2012年,以北京为中心,天津、石家庄、秦皇岛、成德等城市,一个小时就可以到了。 济南、郑州、太原、沈阳两个小时,合肥南京、青岛大连三个小时,上海、杭州、武汉、西安、哈尔滨、包头四个小时。 而长沙、福州、成都、西宁、兰州、银川等城市,到达北京的时间,则缩短到六个小时。 距离北京最远的乌鲁木齐,也只需要12个小时。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,到2020年,一个运能充足,装备先进,管理科学的现代化中国铁路将呈现在人们面前。 人民群众梦寐以求的,人变其行,破唱其流的愿望将真正变成现实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